日母初见董念台惊呼 秀初和老婆甜蜜的婚纱照 讨在专家董念台洋溢着幸福的气息 后面是配合我来的 他是穿平底鞋 他172 我168 董念台自爆 5月18日 和嫩妻黄艺山登记结婚 月底将宴客 老婆不仅比他高 还小他33岁 他们是去年12月 在一个聚会上认识 当时他觉得妻子单纯善良 他逗一逗 逗得还蛮高兴 我以为他是董念台 应该三个字还蛮想 他问你知不知道董念台 真的吗 知不知道 觉得他根本不认识 张母娘是去年摔伤住院 女儿带董念台来探病 才知两人在交往 董念台比张母娘还大 六七岁 张母娘无法接受女儿 跟竹里当他爸爸的老头交往 你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招老头 跟你睡在一起吗 跟你三餐吃饭吗 跟你上街接受异样的眼光吗 三餐吃饭面对面 你不觉得不听吗 他说不会 董念台还很游默 他睡在一起 你不讨厌吗 他说不会 我说好 那就祝福你 张母娘在住院期间 董念台几乎天天去照顾 也让张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有趣 我一开始我认定她很坏 可是她为了她的生存 为了她的每个人的生活模式 都是不一样的 满讲义气的 不害人的 不是专门什么讨在公司 耍狠那一类的 张母娘肯定 女婿对女儿的好 从反对转为祝福 我没有认为他们不配 他们很配合 董新闻综合报导